49、今晚報 《竹妖記》首日票房破紀錄 2015年7月18日娛樂收視十二本周強當片 《竹妖記》其運大片《竹妖記》上映首日 全天票房超過1.4億 刷新了話語影片首日票房紀錄 這部真人與C、G動畫人物共同出現的影片 在MX3、D等科技幫助下迅速征服了官契 A 我是的4,D 影廳也都被小妖王佔領了 史萊克之父許成毅把一個脫胎自山海經的中國傳統故事 講述得簡單又有人情味 竹妖天師們最終為什麼會違背自己的職業 與妖建立感情 在影片裏被講述得充分而有說服力 那個清晰呈現在MX銀幕上的美麗 尤其有些神秘的村子裡居住的究竟是不是同一個族群 影片中一個樣很多人耿耿於懷疑的疑點 到底是不是導演故意為下一步留下的原念 畢者也想通過意察來確定 竹妖記的幕後故事中 井柏妍頂替科鎮東重拍影片 這件事是最有戲劇性的 井柏妍不止一次說 在與並不存在的小妖王對戲之初 真經懷疑這個決定的正確性 極度不相信自己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然而井柏妍在大銀幕上呈現出的真實的不知所措感 恰恰成就了這個人物 最後 白羅白藏小妖王湖巴 一定會成為這個夏天聚火的動畫形象之一 希望觀敏雙謀 彼 黃人 大白等人物身上的愛投入到湖巴身上 讓來自中國的動畫形象先火起來 今晚排片指數 煎餅合 竹妖記 西遊記之大勝歸來 煎餅合 憑著網劇屌詩男士洪巧的群之標識A 來勢洶洶地佔領近45%的大銀幕 竹妖記從上映首日的60%迅速退守到35% 能否憑這口碑反彈讓人期待 引發熱意的大勝歸來本州依然排在排片榜第三位 強大的自來水在著影片持續荒映 兩部來勢空猛的小時代之紫花本州 只剩下4%和3%左右的排片 反映了觀大馬光明 時 比一圈的芷電